我跟陈总的伯伯应该很好吧 下次注意 谢谢你啊 最近的新人怎么这么容易 不想赶紧给我走 陈总这点要是咋的 你们组的奖金全部扣掉 小童 拜托你以后工作认真点好吗 搞得现在大家都跟着你受罪 可是那个爸 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 错了就是错了 知道了 和他分到一个组真会去 是啊 都不知道怎么进公司的 昨天中午好 组员今天真漂亮 竟然是他 小童 下楼帮大家买杯奶茶呗 主管 我还有工作没 奖金都被你搞没了 不得请大家喝杯奶茶 正是啊 我都想要怎么花了 又应该这样 好吧 我要杯水果茶 不加糖 不要凤泥 再去对面网红店买个芝士蛋糕 我也没听见 半奶茶 小半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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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不用笔记 看来是都记住了 嗯 我现在就去买 要是敢弄错 也太好吃了 主管 这是你的水果茶和芝士蛋糕 这个是你们两个的 这个是你的 这是你的 挺厉害呀 一个都没记错 应该的 好像有点 有点 这是公司最近几年合作过的客户资料 你整理一下 明天要用 吃 这么多 今天怎么可能 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你有工作怎么办 不是主管 我就是在帮你 让你成长得更快 你这点记取心都没有吗 那我先弄着试试看吧 这才对嘛 怎么这么晚的 啊 陆总监 我在准备这些客户资料 能力不错呀 上次怎么会 难道是 明天上午陈总来我们公司 你跟着我 哦 陆总监出马 肯定有惊喜 陈总 我们先看看这份方案 不愧是陆总监 我们马上签合红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不愧是我们的王牌 把我们流水的客户 都挽了回来 我其实很好奇 上一份方案出了什么问题 不会让陈总这样的老刻苦流失 这是小童的能力不足导致的 这就是我刚刚有陈总的方案 这不就是我之前的方案吗 怎么会这样 是怎么说 是你私自创改了他的方案吧 是他他怎么替着你的威之 上次小童的方案做得不错 大家以后要商量学习 等会做好了 发给我就行了 嗯 可能是我发错了 你发错了 作为部门主管 连这种自己错误都能赞死 把牙心 菜给方案 你别不用来了 原来是他 还让小童没哭 没想到发在这里呢 我这个老板呢 有神不清的疯 奖金重新发还 今天下午的下午茶 我请客 对不起啊 小童 我们不应该跟着酒馆欺负你 这么厉害 以后我们都跟你婚了 这份资料你看一下 应该会对你有帮助 一起幸福跟面上 青春成战肖